你有看過哪個媳婦說睡晚了 她還跟你說 你趕快再回去睡覺 然後不要 你們上班很累 就是這份包容與關愛 今年69歲的蔡素晴 與三個兒子媳婦一起同住 三代同堂一家和樂 獲得永和區父親裡里長葉思修 推薦為模範母親 蔡素晴說自己個性不愛計較 兒子女兒 媳婦女婿 還有九個孫子 都是她的性感寶貝 像有時候她過年買衣服 也會想說 三個媳婦一人一件外套 對 到現在還是這樣子 講難聽一點 我們這一輩都不見得 願意再照顧下一輩的小孩子 可是你看她就這樣子 九個孫子這樣子過來 她也很辛苦 對 我還沒跟人家嫁嫁 對不對 人家我們媳婦對我比較好 煮這個比較好吃 就放到我吃 你知道嗎 都優好了 都OK啦 大家剛才會想說 想照顧 對嗎 是不是要聯絡 誰都做婦 然而能有這樣幸福美滿的家庭 卻是一路苦過來的 婚後存了點錢想買房子 建商卻捲款違約 後來買了另一棟房子又發生火災 丈夫也在十多年前過世 一連串的變故 對蔡肅琴打擊很大 卻從沒改變她那顆慈愛的心 里長葉思修說 自己小時候跟蔡媽媽是鄰居 當時大家經濟狀況都不好 但蔡媽媽卻不時給予幫助 這份安情她永遠銘記在心 不只在家照顧孫子孫女 蔡肅琴也擔任里內環保志工 她說當年遭逢辯故受到很多人的幫忙 趁自己還有能力多回饋社會 也希望以身作責 將這份精神傳承給後輩子孫 記者張芸科永和採訪報導